大家好,我是Paul,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我們來看這個很有趣的新聞 猴子玩那個PUN 怎麼是PUN 就是這個東西 我們小時候玩的,你在這邊控制一個守門員 然後對方控制另外一個守門員 中間有個球啊,就被你彈來彈去彈來彈去 那你就希望他不會飛到超過你的螢幕裡面去 你的這一側去,所以你就輸了這樣子 所以你要扮演這個好好的守門員的角色 讓這個球彈來彈去,不要進你的球門 所以這個東西就叫做PUN 那其實他的概念跟PING PUN有點像 因為他就是一顆白色的球彈來彈去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從PING PUN這個詞變出來的 請你不要誤會成Beer PUN 因為還真的有一個東西叫Beer PUN 就是國外的喝啤酒遊戲 所以就用啤酒,然後一杯杯這樣子 然後可能裡面有多跟少 也可能沒有,不知道 然後你就遠遠的呢 你看這有兩側嘛 你可以看得到這邊這個圖片 所以你就拿你一個乒乓球 然後往桌上砸一下 彈跳之後,那掉進哪個杯子 那掉到什麼杯子你就要喝 還是你自己喝,我也忘記了 因為我不喝啤酒 不太喝,不愛喝 所以這也是一個喝啤酒遊戲 那這個跟乒乓球也有點像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Beer PUN 所以這介紹年輕一點的同學 要是你是成年人 然後你還不知道的話 shame on you OK 所以 這邊就是說一個猴子呢 他能夠玩這個PUN 玩這個PUN不稀奇 稀奇的是 他是用腦袋在玩的 他並不需要用手操作 他們本來也有教他怎麼用手去玩這個東西 玩對了還給他吃個什麼甜點 好讓他,好鼓勵他說知道 你這樣做的做對喔 然後他就慢慢學會怎麼玩 那 學會怎麼玩之後 他們就把這個遙控器就拿走了 然後他們做了一件事情呢 你知道他們在他腦袋直入晶片 然後再用這個晶片連上什麼什麼什麼鬼的 然後用腦袋來玩這個PUN的遊戲 所以這個是Elon Musk 就是那一個 帶火箭 用火箭要載人移民火星的那個傢伙 或者是特斯拉老闆 Elon Musk 那他呢 有另外一家公司叫做Neuralink 所以我這邊打個一看 他這家公司叫做 Neuralink Link是連結 所以 打錯字了 OK Neuralink 所以這裡寫了 Neuralink的Monkey Neuralink 那我不知道這個公司中文怎麼翻譯 但是Neural的意思就是神經 Link是連結 所以他的概念就是 植一個晶片到腦袋裡 然後跟你的神經連結起來 然後你就可以用你的腦袋上網 然後還跟雲端做連結 然後還可以 他可以控制你的 一些生理心理上的一些東西 甚至能夠治療depression 還可以治療 耳聾的問題 還可以 反正接上抑制或之類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東西來控制 所以可以 等於說是即便你是一個 癱瘓的人 你也可以透過這個東西來 恢復行動的自由 雖然說那是抑制 下面都有介紹 所以我剛剛很快說了一些這個概念 所以這邊就有一些齁 一些詞 你看 這很像科幻小說的情節 胖剛已經介紹給你看過了 植入晶片的植入英文要怎麼說 那你腦袋中有一大堆東西叫神經元 我這裡先給你看 就叫neuron 所以你有neuron呢 做連結 然後就可以用neuron來控制啊 什麼這些的 然後還有像是 但是我剛剛有說一個詞 嗯 欸卡住了 剛剛那個詞叫什麼東西來著啊 想到再說好了 沒關係 所以總之 neuron's monkey can play palm with its mind 所以用mine來控制 來打這個 玩這個遊戲 我剛剛講的是抑制啦 我先打給你看好了 抑制 prostatics OK 好等一下我們看到它 Imagine what humans can do could do with the same technology 想像一下人類用同一個科技 能辦到什麼東西 連猴子都可以拿來玩pong 人類呢 OK 所以這裡稍微看一下它前面的鋪陳 some weeks ago 幾週前咯 a nine year old macaque monkey macaque這邊的概念就是那種 迷猴 所以就跟台灣迷猴一樣 同一個詞 macaque called pager 他們給它一個名字叫pager successfully played a game of pong with its mind 所以用 好 腦袋用這個 精神控制 腦袋控制也可以玩pong well it may sound like science fiction the demonstration by Elon Musk's neurotechnology company neuralink is an example of a brain machine interface in action 所以雖然這個wild大家翻譯成雖然 雖然它可能聽起來像是science fiction 所以這裡一個科幻小說 science fiction 你在國外的小書店 書店之類的 你就會看到它直接寫sci-fi 其實這個書的種類 他們就會小標小標 賣書架上 或是書櫃上 你看到sci-fi 你就會想 那什麼鬼啊 well it's science fiction 科幻小說 如果單純是小說 你說是novel也可以 可是你說fiction也是小說 fiction 因為fiction就是 杜鑽虛構出來的東西 所以fiction這個詞 好 打出來一下好了 杜鑽的啦 虛構的啦 這叫做fiction 所以fictional是形容詞 一個虛構人物 fictional character 好 扯遠了 所以 雖然說這聽起來像是科幻小說 但是 Elon Musk 他的神經科技 neurotechnology的公司 叫做neuralink 那 他demonstrate出來的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example 這個example就是 腦袋跟機器的interface 處於一個聯動 然後 在執行的狀態下 so if something is in action 這個就叫做 他現在處於一個 嗯 運作的狀態下 so this is an example of a brain machine interface in action 以前也曾經這麼做過 所以這邊還有一個連結 it has been done before 好 interface是 界面 所以一個腦袋機器的界面 處於一個in action的狀態 interface是界面 我好像上禮拜才講過 遊戲方面的那種 使用者的界面 就是user interface UI 所以interface這個詞 今天第二次看到 上週看過 今天也看過 你知道看久了 你就會了啦 所以我們有時候就稱這個為 叫界面 這樣子 一個界面 指入還沒看到 我們再往下看下去 so 他是一個 硬幣大小的一個圓盤 就叫做link 好簡單 就叫它link 也跟那個薩爾達傳說 林克的冒險 同一個 他的名字叫link 好了不管 所以 coin大小的 錢幣大小的disk 原盤叫做link was implanted by a precision surgical robot into pager's brain 所以終於出現了 implant 所以 那動詞的用法 大概就是implanted OK implant implant 但可以用的地方非常多 像 直牙 也可以叫做implant 龍乳 也可以叫做implant breast implant 植入 所以 這邊的這個 一個這個小小的disk 裝在腦袋裡面 implant 所以這個disk implanted by a precision surgical robot 所以他們用了一個 精密的那種 手術機器人 外科手術機器人 來裝進了pager的腦袋裡 所以並不是人操作的 他們什麼都要機器來啦 這樣好像也不是不對 因為這的確應該需要 很強大的精度 準度 所以precision的話 是 precision我如果沒記錯 是精度 accuracy 是準度 所以這兩個詞 是有不同的概念 我這裡稍微打一下 accuracy 是準 然後precision 是 對 precision 是精 精準 所以精準是兩個詞 合在一起的概念 所以一個是準 一個是精 accuracy 跟precision 所以他用了一個很精密的 很精準的一個surgical robot 所以surgical就是外科上的 robot就是機器人 好他來操作的 connecting thousands of microthreads from the chip 所以連接了這個chip 這個晶片裡的 好幾千個細微的線 thousands of microthreads thread有線的意思 連到了他的神經元 neurons so connecting thousands of microthreads from the chip to neurons responsible for controlling motion 再往下看 所以這個 接下來就看到了 就是 pager was first shown how to play pong in a conventional way 所以他們先用 傳統的方式秀給他看 怎麼玩pong這個遊戲 he was first shown how to play pong in a conventional way using a joystick 所以joystick呢就是 搖桿 用一個搖桿玩 joystick 我常會覺得這個詞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點點些微的色情 因為joy是快樂 stick是一根東西 什麼東西是一根快樂呢 嘿嘿嘿 好不要這樣 so when he made a correct move 當他做對一件事情的時候 made a correct move he received a sip of banana smoothie 他就能得到一個sip 什麼是一個sip呢 就喝一口東西 這樣就一個sip 喝一口什麼 喝一口香蕉的smoothie smoothie就是你知道 打成那種 打成奶昔之類的概念 就是smoothie這樣子 so as he played the Neuralink Implant recorded the patterns of electrical activity in his brain 所以隨著他在玩 他一邊在玩著 這個 Neuralink Implant 就是他的植入的這個晶片 就會記錄著這個pattern 記錄著他 腦袋裡面電流的pattern so recorded the patterns of electrical activity 所以電流的活動 Electrical activity 在他的腦袋裡 this identified which neurons control which movement 這就能夠辨識出 哪一個neuron 控制哪一個 他的動這樣子 so the joystick could then be disconnected 所以這個搖桿 現在就可以擦掉不要了 拔掉不要了 after which Pedro played the game using only his mind 結果呢 Pedro他就只有 腦袋就能夠控制了 Doing so like a boss 這麼做 like a boss是什麼 boss是老闆你知道 所以他這樣子玩 玩得像這個 反正就玩得很屌 OK 玩得很厲害 像個boss一樣 大概就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你如果說 you do something like a boss 就是 用一種老大的方式 來做這件事情 你大概懂意思啊 so這個neuralink demo built on an earlier one from 2020 然後再講另外一個故事 這個有興趣我們有些 或許可以再找 就是他們用另外一個 就用一隻豬啊 然後也做了 一樣用neuralink 做了一些類似的東西 OK 所以我們現在來多看一些 詞就是呢 可能會有一些人 能夠受到這樣的東西的 一個幫助 所以根據neuralink 你能幫誰呢 its technology could help people who are paralyzed 所以paralyzed 這個詞就是 癱瘓 所以他的名詞就是 paralysis 所以 paralysis 是名詞 所以paralyze 我一直就記得以前 演超人的一個人 叫做克里斯多福 瑞福斯 還是什麼 Christopher Reeves 那他就是摔了馬 結果他就脖子以下 全部癱瘓 所以就很慘 所以這不叫半身 但是幾乎是全身癱瘓 所以後來一直到死 都沒有辦法 所以他事實上 一直支持一件事情 就是支持那個 幹細胞的研究 因為他說不定能夠透過幹細胞 來重新regenerate 他壞掉的這個 脊椎 所以這邊這個spine 我們就有看到 所以people who are paralyzed with spinal or brain injury 所以腦受傷或者spinal spinal就是 spine就是脊椎 spinal就是形容詞 所以他幹細胞說不定 可以recover他spine的一些 這個損失或之類的 可惜沒有成功 所以美國就是 差點講日本 所以美國就是他們 主要是因為宗教立國的關係 也不一定講 美國其實沒有宗教立國 我扯遠了 但是很多美國人認為他們是宗教立國 所以他們就用很多基督教的那種 啊不可以play god 不可以研究幹細胞 因為研究幹細胞說明 就可以clone人類 可以複製人類 所以他們說這個idea不好 我認為那個是科技的 這個科學的開導車 但沒有關係 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好所以 by giving them the ability to control computerized devices 所以藉由呢給他們能力 來幹嘛 控制電腦化的一些設備 用他們的mind with their minds 這句再讀一次給你聽 so according to Neuralink its technology could help people who are paralyzed with spinal or brain injuries by giving them the ability to control computerized devices with their minds this would provide paraplegics 就是什麼 也多重疼痛 就是發了那個不能動的症候群 或之類的 這個中文這個翻譯的亂七八糟 或者是quadriplegic 就是四肢不能動 還是什麼鬼的這樣 以及stroke victim stroke victim就是那個中風的患者 所以stroke這個詞也講一下 OK stroke 所以就可以得到一個自由的體驗 所以我們可以provide他們 the liberating experience of doing things by themselves again 他們可以在自己做事情了 這一定是一種能夠解放他們 讓他們覺得有自由的一種體驗 聽起來其實還蠻不錯的 下一個再說就是 他們會用抑制來做這些事情 so prosthetic limbs so prosthetic剛剛已經給你看過的就是抑制 好 所以假的這種就叫做prosthetics OK 我打在哪裡去了 prosthetics OK prosthetics 那lim這個詞就是四肢 所以prosthetic limbs might also be controlled by signals from the linkchip 所以它能夠被控制 用linkchip的傳送的訊號 signals from the linkchip and the technology will be able to send signals back 所以它能夠傳送回去 也就可以使得這個prosthetic limb 能夠感覺像真的一樣 因為它能夠把訊息也傳回去的概念 好 所以下面還說了 它能夠 它也聲稱這個科技能夠 能夠治療 它的治療不用treat 不用cure 它用remedy remedy這個字我以前也介紹過 它的確有療方療法的意思 所以remedy我也打一下好了 所以它也說能夠remedy remedy什麼東西呢 depression,addiction,blindness,deafness and a range of other neurological disorders 所以depression有癒症,addiction 對東西上癮 所以上癮也是腦袋中的一種反應 所以要是你能夠把腦袋中這個部分修好的話 說不定你的addiction也能夠被排除掉也不一定 blindness也盲,deafness聽不到 以及一些其他範圍的 其他的這些精神上 神經上的一些症狀 所以arrange of other neurological disorders 這樣子 OK,所以總之都是用這個implant 來去刺激腦袋中的一些部分 using the implant to stimulate areas of the brain associated with these conditions 所以它下面就強調這是一個game changer game changer是一個蠻常看到的一個片語 就是我們說這個東西實在太屌了 屌到呢,它有一個革命性的 它帶來革命性的改變,所以我們叫它game changer 它把整個遊戲玩法都改變了 所以你大概已經就可以理解這個詞的意思了 這是一個game changer 所以它會帶來的東西我們有時候也會說 這個就叫做paradigm shift 這個詞不好評 就是一個做事情的一個整個學派上的整個板塊般的移動 所以我們稱這樣叫做paradigm shift 所以這個不知道怎麼翻成中文 學術派流的移動還是什麼鬼的 但我想強調總之就是一個很大的 像汽車剛發明出來取代掉馬車的時候 人們的交通運送東西的方式 從此以後就改變了 我們就可以稱為汽車的發明是一個game changer 它造成了paradigm shift shift是移動這樣子 所以彷彿是板塊般的移動版 所以這個詞很深刻 而且也的確在學術裡面常提到 任何科學家或者做學問的人 都會希望自己創造出來的理問造成了paradigm shift 但殊不知哪有那麼簡單的啊 拜託 可是這個neuralink我就覺得 它的確可能是會造成很多東西的paradigm shift 所以以後真的還需要研究幹細胞嗎 你有了這個東西之後幹細胞也不用研究 我們全部用甲值就好了對不對 好 所以再看下去 我們再還要多看一個就是人體實驗 所以你可能也會好奇 因為我在看的時候我也會好奇 就是這個東西什麼時候可以人體實驗啊 這邊也有一個題目 指題就是它能不能被害 就被駭客侵入 然後你就被駭客控制了 然後你就搶銀行靠北 那有沒有會不會呢 的確是有可能 這裡寫的就是 Without bulletproof security it is possible hikers could access implanted chips and cause a malfunction or misdirection of its actions 所以要是沒有 這裡有 bulletproof就是防彈般的 所以你要是沒有防彈般的資安的話 就是security 我這邊自己腦補進去 information security 的概念一樣啦 總之就是你知道 晶片的安全嘛 所以要是沒有 bulletproof的 security 的話是有可能 it's possible hikers could access implanted chips 他能夠去取得這個 或者存取這個 implanted chips 那造成沒有 function 就是 失控或者 misdirection 就是 給你錯的指導方向 of its actions 所以這個 consequence 對這個 victim 來說 可能會是 fatal 致命的 好 酷 那甚至也說 AI如果太powerful的話 那AI能不能去存取我們這個東西 然後控制我們呢 所以造成一個就是主人跟奴隸的一個關係 所以AI可能 所以AI could then impose a master slave relationship 所以造成一個他們是master 我們是slabe的一個關係 哇那不就完蛋了 靠北 right 所以我們就變 人類就變成an army of drones 好 Anyway 那我們還是看到什麼時候會 能夠人體實驗 所以 其實他這邊有講一個詞 就是他們在做這件事情 基本上 就像在釋放惡魔一樣 所以他這邊 下面就有講到 他們彷彿是在summon demons 這樣子 但我們回到這裡 最後 什麼時候human trial會開始 所以人體實驗就寫給你看 human trial 尤其我們講一些醫療上的臨床實驗 我們也會用clinical trial來說 這個翻譯是臨床實驗 so 根據Musk 這個human trial are set to begin towards the end of this year Oh my god 所以今年年底 他們就設定好 要開始了 OK 所以雖然說 細節還沒有宣佈 although details haven't been released one would imagine these trials will build on previous progress 所以這個trial呢 就會建立在先前的 進步的進度上 這樣子 酷喔 OK 所以或許他們真的會試著來幫助 Perhaps they will aim to help someone with spinal injuries walk again 所以幫助某些人 有著脊椎的損傷 能夠幫助他們再次行走 Walk again It sounds pretty good I have to honestly say that I am not completely against this idea I think this is This is a human inevitability 這是一個人類的一個 不可避免的一個 繼續走下去的方向 我也認為Stamp Cell Research也是 所以 I don't know Don't get in the way of science I think it's It's a great idea That we're making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even if we become some kind of a cyborg I think it's OK 即便我們 以後變成的程度上 就是人類跟機器合在一起 我們有時候稱那個東西就是 Cyborg Yeah 就類似這樣子 就人跟機器合在一起 所以Cyborg是DC Comic裡面一個角色 I guess you know what I mean 好 所以要是我們變Cyborg好不好 我覺得事實上真的也沒什麼不好的 Alright 我們今天大概講到這裡也就夠了 明天見吧